第二百零二集 娘 儿子扶您回静心居吧 楼承德眼下再气楼玄影 但他对楼老夫人还是孝顺的 压下怒火 上前来搀扶 在楼老夫人开口之前 楼玄影先说话了 奶奶 爹和饶嬷嬷扶您回去吧 我让厨房给您煮点青粥 一会儿给您送过去 唉 还是你这丫头贴心 知道我这老婆子喜欢喝粥 这大鱼大肉都不适合我 待楼老夫人被送走后 叶姨娘他们也走了 饭厅里只留下柳姨娘等人 和楼玄影大眼瞪小眼 玄影 轩娘颤颤地出了声 就遭来柳姨娘的瞪事 柳姨娘 你瞪谁呢 要不要我把奶奶找回来 身为妾 竟然敢这样对正妻 这是要掌锅吧 楼玄影 你别太过分 楼玄影轻笑了笑 压根儿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看向楼玄雅 善意地提醒 楼玄雅 你这皇城第一才女的称号 怎么得来的 笨得够可以呀 难道你没想过 为什么我不自己动手 哼 我还提醒过你 要不是奶奶在这里 你的手就该废了 留下这话 她扶了轩娘就往外走 饭厅里 柳姨娘和楼玄雅发着脾气 桌上的好些盘子 都被他们砸碎了 回到私宁居 楼玄影扶轩娘坐下 给她倒了杯水 娘 你吃饱没 我让厨房给奶奶煮粥 要煮你一份吗 不 不用了 娘不饿 轩娘摇头 捧着杯子低头不语 那我走了 轩影 楼玄影刚要离开 听到轩娘喊她 又停下脚步 回头看她 娘 什么事 是你打的悬崖 哦 是不好说 是她仰手要打我 我抓住了她的手 往她脸上拍过去的 娘 你不要多想 我做事会有分寸 你听我的总没错 我会给你争取到 你该得的 楼玄影安慰完 不带轩娘多说话 就挥一手离开了 第二天 楼玄影起了个大早 天刚蒙蒙亮 她边打喝浅 边往静心居走 她现在数着时间过日子 等柳玉娘的事情 一处理完 她马上要回景王府 这辈子还没这样伺候过人 她觉得心累 暗无天日 当她的脚跨进静心居的院子时 脸上瞬间扬起了招牌笑容 精神也抖擞了 大小姐 老夫人刚起来 奴婢帮你通报 经过昨天 相府里的下人都知道 楼大小姐深得老夫人宠爱 丫鬟见她出现 也立刻上前 恭敬地告知她 不用通报了 我在厅里等就可以了 丫鬟带着她 进了静心居的小厅 她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 等了不知多久 就在她快要睡着的时候 饶嬷嬷 搀扶着楼老夫人 终于出现了 楼玄影几乎蹦着起来 马上上前去扶她 奶奶 您起来了 楼老夫人没想到 会这么早看到她 露出惊喜的表情 嬴丫头 你这么早就过来了 来跟奶奶请安啊 昨天玄影答应过奶奶吗 要天天来给您请安的 楼玄影将她扶到软垫上坐着 老夫人 大小姐来了很久了 她不让奴婢打扰你 就一直在厅里等着 丫鬟送了汤过来 大着胆子说话 楼玄影抬头看她 倒是挺机灵的丫鬟 懂得看人脸色 回头有赏 嬴丫头 奶奶太鲜味了 奶奶只恨以前 怎么不多疼你 奶奶 你现在疼玄影 玄影就很开心了 奶奶 你喝汤 她将丫鬟准备的热汤 递了过去 又跑到她身后 给她揉捏肩膀 直到楼老夫人 将汤喝完 拉着她的手 坐到旁边 丫头 奶奶不缺人 伺候 你来陪奶奶 说说话 楼玄影听后 心里可乐了 聊天她在行 比伺候人 轻松多了 楼老夫人 在庭音安 吃斋念佛四年 她坐下后 开始和楼老夫人 聊起了佛道 她对佛的理解 和悟性深得楼老夫人之心 像多年佛友般 越聊越开心 楼玄影 其实对佛研究不深 能聊这么久 全靠她那张嘴 终于聊无可聊时 她给楼老夫人 讲起西游记 宣末王朝 根本不知道 是哪个年代 反正吴承恩的西游记 还没现世 宣娘 柳一娘 叶姨娘 和邹姨娘 相继过来请安 楼老夫人听得正欢 没空理会她们 匆匆说上几句话 就挥手 让她们走了 楼悬崖也过来了 她一改昨日的态度 想要扭转楼老太太 对她的印象 又是凤茶 又是倒水的 可却一句话 都插不上 听楼悬影 在那讲虚幻 不切实际的故事 唬诺楼老夫人 她打了岔 奶奶 悬崖带您到府里逛逛可好 不要吵 我要听影丫头讲故事 没什么事的话 你就回去吧 趁着楼老夫人不注意 楼悬影挑衅地看着楼悬崖 偷偷朝她伴了个鬼脸 待楼老夫人一转头 她又换回了笑意盈盈的模样 将楼悬崖气得半死 却无处发作 她艰难的一天 就在给楼老夫人讲故事中度过 直到夜幕降临 她陪楼老夫人吃了饭后 才拖着快泪垮的身子 回到了影乐居 为了喘口气 离开前 她骗楼老夫人 明日要找墨景浩 得了嫁后 她睡得天昏地暗 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是日上三竿 她边梳洗边想事 总觉得似乎有件重要的事 让她给忘了 想了半天 总算让她想起来了 柳翼 今天她和柳翼约好 要借她银子 她饭也不吃了 立刻换上了男装 拿了银子翻墙出府 已经过了他们约定的时间 她在赌方外没看到人 直接进赌方去找了圈 还是没有发现柳翼的踪影 这位大哥 有看到经常来这儿 赌钱的柳翼吗 柳翼 哦 那个隔几天 揣着一大包银子来赌钱 输光才肯走得穷鬼 他今天还没来 没来 可他们约在五十见面 难道他不要银子了 你找他 可以去最先锋 他就这两处地方会去 又有一个熟识柳翼的男人 好心地告诉了他 谢谢 楼旋影出了赌方 直接往最先方跑 刚踏进最先方 浓郁的胭脂水粉味扑鼻而来 呛得楼旋影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老宝远远看到一身贵符的楼旋影进门 笑着亲自迎了上来 然而 仔细观察一番 见多识广的他 一眼就辨认出了 他是女儿身 别告诉嬷嬷我 你是来找姑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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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